欢迎大家来到港铁安全体验天地网上学堂 我们将体验天地的主题学习区 以一连四集的影片向大家讲解 今集就讲一个有关扶手电梯安全的故事给大家听 各位小朋友要留心啦 这个故事有两个主角 一个叫陶陶 一个叫明明 鸡仔就叫陶陶 它是好陶气好白艳的鸡仔 兔仔就叫明明 它是一只很聪明的兔仔 有一日吃完饭之后 明明和陶陶就在玩关于港铁的沿途有例卓上游戏 学习安全使用扶手电梯的方法 明明和陶陶说 我们要记住安全使用扶手电梯 如果不是它的梯级就会好像鳄鱼锋利的牙齿 令到我们受伤的啦 陶陶挂着玩游戏 无心装在 随便回答了一句 知道啦 游戏玩了一阵之后 明明就肚饿 想不到一只兔仔这么快肚饿 于是明明交下了一句 我出去拿点小吃先 你等我一阵 就离开了房间 这个时候 陶陶自己一个玩不到游戏 想起明明的说话 接着就在看着旗盘沉思 心想 原来只要稍微大意的话 经常接触的扶手电梯都会变得很危险 突然之间 陶陶见到旗盘的中间不断闪闪闪闪闪 之后还有一道光闪了出来 这道光由很小的光 变到很大的光 之后这道光还吸走陶陶 陶陶被这道光弄得很头晕很不舒服 他还听到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说 陶陶欢迎来到森林 听说你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森林有很多很白眼的动物 你可不可以教他们一些安全知识 陶陶听到这道声音 觉得很熟悉 就说是否你啊 明明 好啊 我愿意帮助小动物 之后一只兔子出现在陶陶的面前 陶陶说我是森林精灵明明 森林的动物过河的时候都缺乏安全意识 所以希望你可以教他们正确的安全知识 接着兔子就将陶陶带到河边 陶陶见到河里面有很多鳄鱼 这些鳄鱼都抹大个口 露出锋利的牙齿 看上去很凶恶 而河的中间有一条路 原来这条路就是用木头组成 叫做环水道 那些小动物站上去环水道 再捉住旁边的绳子 向前移动 这样就会去到对面了 陶陶见到环水道 灵机一动就说 咦 其实他们的方法 和人类用扶手电梯的方法 很像样 森林精灵明明很认同就说 那麻烦你用扶手电梯的安全知识 去帮他们 首先第一只过河的小动物是猴子 好动的猴子竟然在上面打关斗 又跳来跳去 然后不小心跌倒 受伤流血 实在太痛了 于是他就坐在地上大哭 陶陶立即扶起猴子 再跟猴子说 你不应该在环水道上面乱走 正如人类坐扶手电梯 都不会在扶手电梯上面乱走 你应该握扶手 站定定 否则就会跌入河里面 变成鳄鱼的点心 猴子哭着说 知道了 我下次不会再跑来跑去 之后就离开了 下一种动物是小鹿家族 这只小鹿只有五岁 但想自己一个过河 就冲了去环水道前面 鹿妈妈和陶陶见到 立即冲上去阻止它 然后就跟小鹿说 小鹿你太小了 自己一个用环水道过河 是不安全的 记住要跟大人一起 才可以使用环水道 小鹿就答了一句 知道了 鹿妈妈都很感谢桃鱼 跟桃鱼道谢之后 它们就安全过河离开了 第三种动物 是很趕时间上班的蛇先生 它太趕时间了 完全没有回忆到 它的尾竟然在木佛的外面 鳄鱼见到之后 就立即接近环水道 桃鱼见到之后 就立即大叫 蛇先生 快点收起你的尾 好像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 都要留意梯吉边缘 要站在中间位置 你快点站到中间吧 蛇先生听到桃鱼的说话 终于发现自己的尾端凸了出去 马上收起尾巴 站在中间位置 再大叫 谢谢你提醒我 之后 蛇先生都安全过河了 这个时候 森林精灵明明就跟桃鱼说 很多谢你的帮助 相信大家都会记得 怎样正确使用环水道 安全过河 当明明说完这番说话的时候 突然之间又有道光闪了出来 吸走了桃鱼了 咦? 今次桃鱼又回到房间 原来它睡着了 它在梦里面教导一些森林的动物 正确使用扶手电梯的方法 各位小朋友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精彩呢? 希望大家日后使用扶手电梯的时候 都要记得紧压扶手 站定定 千万不要在电梯上行走 今集的时间又到了 在这里要再提提大家 要时刻紧记 安全有礼貌的好行为 乘搭港铁就安心又放心了 拜拜